我们再继续讲这个replication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说 所有的replication其实就是based on 这张图而已 那这张图如果说你知道了 那其实在接下来只是 细部去探导 所以所有的生物学 或是说遗传学或是分子生物学 真正我们在做 做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把它的中心主轴 是什么抓到 就像这个case 你中心主轴一定要抓到说 这个复制的这个mechanism会 然后接着呢 他只是去细部去探导 什么叫做premise one 这个聚合酶的概念是什么 这复制它是怎么产生 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这个okalaki framework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子一直介绍一直介绍 那你们常常会觉得说 我这个不懂 所以说或者说哪个东西不懂 你就发现说怎么越读越乱 你只要知道这个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 好好一个一个去了解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 刚才已经有提到这个图 所以说这边就有一些 它的描述 DNA复制的一些描述 那这个描述我就不细讲 你们就去 大家去看一下 当然要解开这个螺旋 当然要降低这个supercoin 这个要有primer 要有什么会有这个disconnect synthesis这个特性 所以常会想说下列哪一个特性 不是DNA复制有的现象 那你就要去教不是这个的 就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就是理解 理解以后你就发现说 这都这个描述就不会太 对你来讲就不会造成问题 那你看他们有proof reading 这些概念 好那当然了 其实你想到这个的时候 有一些配合题就出来 请问这些是什么酵素所做的 那这些酵素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 就是包括一些什么 Helix 或是Gyres 或是Primis DNA plus 1 什么一大堆 就是这样填上前进去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知道说 有哪些人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要把它对应起来 那这个是不是又把那个图 给对应出来 所以你看图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 生物学生文一定要用图解方式 你会画图 你就比较了解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function是什么 好 那然后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细部再去描述了 细部去描述说 请问他要unwind 就是要去解开双龙学的unwind 也就是所谓的initiation的部分 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呢 实际上呢 这边我就把它描述给大家听 我们都知道是有Helix 其实Helix它要解开之前 它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开 它是在它的上游 上游245个地方 有一些序列 这些序列会比较 DNA的蛋白质认识 认识以后它就把它圈起来 圈起来以后呢 就会圈起来以后 形成的距离 就会让它解开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呢 到时候Helix就进来 Helix 所encode的这个是 这个是蛋白嘛 它当然是基因所encode出来 它DNA ABC 那你可以发现说 有时候我们学分身 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 你要去背基因名字 名字 又要去背蛋白质的名字 那有时候蛋白质 又不是一个基因做成的 就像这个 这个case Helix Helix 其实不是只有 Helix它其实 它也是有好几个 复合体过程 应该主要有两个 就是DNA A 跟DNA B 这样子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 这样子 Helix 其实它就是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蛋白 它这样子呢 有去解开双骨螺旋的 就像这样子 结果呢 好死不死 这个组合呢 必须要两个基因 一个基因 构成一个蛋白质 一个蛋白质 所以才能形成有Helix 活性的蛋白 了解吗 所以这个叫做Helix 只是说这个是叫它的什么 如果说这样的话 这个DNA A B 这个又叫做什么东西 你如果要细部的去 去讲 细部的去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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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整个呢 叫做Helix 那这一个 一个叫做什么 OK B跟C 好 那 单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那这个一个一个 要叫做什么 就 就Protein的概念来讲 全部的蛋白 它一个一个的 我们会叫它什么 一个一个会叫它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个 优先组 3 2 1 好 给你后面 Subunit OK OK 很好 就是 次单元体 Subunit 好 了解 了解了这个之后 因为很多Subunit 合起来 才能叫做一个 全部的 一个 一个 组合蛋白 有人又叫它全蛋白 有人叫做全蛋白 等一下我们应该也会讲 全蛋白 Holoenzyme H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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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in 或Holoenzyme 就是全的概念 等一下我们应该也会讲 因为 因为 Polymers DNA Polymers 本身就是这样的概念 DNA Polymers 本身就是一个 Holoenzyme 它自己本身是有很多Subunit 要不然它怎么会有聚合的效能 又有那个校正的功能 又有接上DNA的功能 表示它有很多Subunit 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只是这边刚好遇到 我们就先跟大家讲 好 那当然解开之后 当然Single-Strand Binding Protein 就要上来 没有花在这里 就是防止这个DNA 会再把它接回去 就这样 OK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跟你讲说 在这个前端的地方 会很多 会有Super Coins 那Super Coins 就是必须要去解螺旋 不是解螺旋 要解开超螺旋 各位 你们不要把解旋跟解开超螺旋混在一起 很多人会想说解旋解旋 请问是在解超螺旋还是解旋 你的名字会搞错了 所以我一直不太清楚Jairos怎么拼 怎么怎么翻译 Jairos的中文你们应该怎么样 也叫解旋吗 不是吧 OK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中文不好讲 那我们就用英文的方式去代替会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当这个DNA 你看这里拉开了 要去做复制了 你可想而知 哇这边一定很紧 这下半部一定很紧 很紧了 它就会形成这个Super Coins 超螺旋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太紧了 它有时候会受不了 所以就必须要用托普煤 或者是Jairos那种把它去切开 然后就是让它松一点 那松一点的话 至于说托普煤有分 主要有分两种 一种叫托普煤一 一种叫托普煤二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 简单讲托普煤一就是切一刀 托普煤二就是切两刀 它就是切两刀 两刀就可以 就是还是可以去解旋 了解吗 切一刀 转过来就解旋了 切两刀 如果说转过来的话 是一次解开二的这个概念 好不好 所以这个你们 这个是一个托普煤的这种概念 那没关系 你们只要知道说 这个是解旋 让它不要去很紧 这样就好了 好 那这个是刚才讲的一 二就是 你看它这个断掉 整个断掉 整个拉过来 就一次就解旋了 好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primer的合成 primer的合成是 是这个DNA polymer 这个premius primius 深层的RNA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它就写说 DNA polymer 1 remove the primer and replace it with DNA ok 这其实在说明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地方 那接着再讲说 请问一下 它是利用它的什么功能 去移除primer的 所以你今天就要开始讲 我现在在问它 请问它是利用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能力 去移除这个primer的 DNA polymer 什么样的能力 什么样的酵素能力 活性去移除 去移除这个primer RNA primer的 我刚才讲过了 来 exonucleus 要再注明 几端到几端的 5prong到3prong 很好 ok 你只要去想 它顺着那个strain过去 它不是反向回去吃的 那就是 就是5端到3prong 好 所以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 我们画在这边 你看DNA的长相 DNA polymer 我们刚才画这样子 各位画这样子 其实是太小看 小看各位 那个是给高中生看的 或是给普生看 所以说 当你们学到分子生物学的时候 就要画成这样 这个就是DNA polymer 的长相 所以说 你会觉得说 好像很难背 其实你不用背太多 很复杂 你只要背几个 几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我跟各位讲说 它不是有三个活性吗 那你今天三个活性 主要的几个活性 第一个 α一定要知道 然后连接蛋白 to一定要知道 这两个 两个吃起来之后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前核DNA的β 好 那知道 那就差不多了 其实 γ 是记你要知道 这样的结构就可以 那为什么要记α呢 因为它是主要的 polymerous的活性 polymerous活性 然后呢 β是要干嘛 是要 各位看到这两个孔 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这个孔 你会想到什么 两个孔 你会想到什么 各位聚合没怎么 连到DNA上面去 他怎么 他怎么跟 所以 所以呢 我已经给你很大的暗示了 没有人敢答 或是看这篇 β是用来干嘛 sliding claim 什么叫claim 其实就是夹住什么 就是夹住DNA的概念 哈希的目的就是要夹住DNA ok 好 那这个另外来讲 偷 为什么偷很重要 因为它是要把这两个subunit 把这边左边跟右边的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dimer的一个概念 把它变成双连的概念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知道 α要知道 β要知道 β要知道 β在这里 其他都是辅助的 就算了 那α要知道 θ 最好 那个εpsilon也知道一下 εpsilon因为它是三端到五端的exonucleus 在这里θ 所以说这个就是功能就在这里 它的几个功能 五端到三端 三端到五端的校正功能 这个是校正功能 校正功能 ok 了解吗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被这个 还有这个θ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polymers的功能 聚合的功能 这个是什么 校正的功能 对不对 好 那因为polymers2 主要是这两个功能 它不能够吃exonucleus 不能回来 就这样 那这个是要知道 前和第二那种clamp 好 那 你看它就是一个聚分子 140的 q道的很大 好 那可以看一下 对啊 我可以直接看一下 看有没有那个图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长相大概是这样 你看它通常会画一个这个 然后画一个小圈圈 那圈圈其实就是 要前和第二内的概念 我看有没有图啦 直接就给你们看图 比较好 没有也没关系 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影片 我先把这边讲一讲 再让你们看影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聚合的是 它DNA利用这个Temperate 去做出这样子一个新的 Protin 新的一个strand 复制一个新的strand 然后这边呢会有所谓的领先骨 落后骨 大家就要知道 所以说它为什么叫discontinuous 就是因为它领先 我可以一直做一直做 五端到三端 可以一直做 从头一直做到 它一直拉开就一直做 可是对这个地方来讲 它只有拉到这里 所以它primer只能连到这里 五端做到三端 它这边怎么做 还不能做 要等到它下一步再拉开的时候 它才能够把另外一个primer 再放进来 再从五端到三端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 它是一个不连续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最后一样就是ligase 各位你可以看到 它是ATGC 各位这边 其实还没有连接起来 它是一个磷酸根 跟一个OHG 它还是分开的 要靠ligase才能够 把这个磷酸根 跟这OH呢 做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 gap的一个seal 就是连接起来 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 DNAligase的一个功能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些图 就是包括说 各位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说 那到底 它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一个蛋白往这边走 一个蛋白往这边走 是不是这样子走呢 各位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这样 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一个primerase 这边走走走走走 另外一个primerase 那边走走走走走 是这样吗 还是它一个protein 其实一个whole end line protein 应该是往前一直走的 各位了解吗 还是说一个是 一个是往前走 另外一个是往后走 这样 分体生物学在学 就是在学这些 很无聊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些 这个逻辑上的一些mechanism 好 那我会讲这个东西 就是要让大家去想 实际上呢 它是一起走的 它不是分开走的 好 那 这边这个图呢 就是给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当它还走的时候 它要怎么去让它变成说 两个都是正向 其实就是它要绕一个圈圈 绕一个圈圈 它五端到三端 也是这样 我们看一个图 看这个影片 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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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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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ingle-strand binding proteins which help maintain the DNA in the single-stranded state and DNA join rates which reduces torsional strain an enzyme called primase synthesizes short RNA primers to allow DNA synthesis to begin DNA polymerase 3 synthesizes DNA beginning with the 3-3-prime hydrottal group 这个是初阶的方式 because the two nucleotide strands of DNA are anti-parallel replication takes place continuously on one strand the leading strand and discontinuously on the other the lagging strand the short lengths of DNA produced by discontinuous replication of the lagging strand are called okazaki fragments DNA polymerase 1 cuts out the RNA primer and uses 5-prime to 3-prime polymerase activity to replace the RNA nucleotides with DNA nucleotides DNA ligase seals the nick between the DNA added by DNA polymerase 3 and that added by DNA polymerase 1 without adding another nucleotide to the strand through these steps the replication machinery of the cell uses the parental DNA as a template to synthesize the leading and lacking strands 好 你看這個是屬於初階 大家可能就知道這樣子的版本 但是其實真正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其實應該是要有更複雜 這個地方就稍微看一下 DNA is replicated by continuous synthesis of a leading strand and discontinuous synthesis of a lagging str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leading and lagging strand synthesis is achieved by the dimerization of DNA polymerase molecules at the replication fork the DNA polymerase dimer moves with the replication fork the polymerase of the leading strand template remains attached to the DNA synthesizing the leading strand continuously the lagging strand polymerase initiates DNA synthesis at the fork from an RNA primer made by a primase complex the polymerase elongates the lagging strand in a direction opposite the fork but stays bound to the fork as a result the newly synthesized lagging strand fragment loops out between the polymerase and the fork once the polymerase completes an Okazaki fragment it dissociates from the DNA template a new primer is produced at the fork the polymerase reassociates with the template at this position to continue synthesis of the lagging strand by this mechanism the two polymerases can add deoxyribonucleotides to the growing strands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rates up to 1000 base pairs per second 好,那各位大概了解這個概念 至於說這兩個是都在頭還是都在尾 這個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其實他們 Polymerase其實是在同一個方向 一起前進的 而不是說一邊都有一個Polymerase在走 了解 這個地方是要讓大家去了解 然後他在這邊 為了解決這個 就會讓他會形成 有些會化成這種 有些的兩骨 會 像這個會化成 會化成這樣子的 對不對 有些呢 有些人會化成是一個圈圈的這樣子的方式 不管怎麼樣 他的概念都是要讓他知道說 這個五端 五端到三端就變這樣 對不對 因為繞過來了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也是這樣 對一個曲子 好,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用這個影片呢 然後來代替這個 這個比較抽象的一些說法 那你們就自己去 可以 可以網路上也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對應這個圖 你就知道是這樣的概念 好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蠻完整的 就是我們像剛才講的那個方式 只是說他有 又甚至把這個地方的Structure 給弄出來說 告訴你說 他其實他必須要有這個方向 是同一個方向過去的 好 那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課本畫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課本畫出來 其實你把它想說 他是如果是連在一起的 的方式 那這個也是把這所有的幾個component 都把它畫上去 其實不管 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每一張圖 就是只要你幫助你理解 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課本 教科書不是說只看一本 有時候你會看不一樣的版本 你會發現說 有些會對你呢 理解是最好的 OK 好 那再來就是 這個講到增核 增核的話 欸 你們就開始在懷疑了 複製 複製的Mechanism 在圓核是這樣子 那在增核呢 這是圓核 那請問一下增核呢 增核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複製 複製 複製除了講說DNA 一個是圓形的 那這個是直線型的 所以說直線型的複製 當然會有一些困擾 等一下 我們之前有先提到直線型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說 這幾個地方 其實這三個點 其實就是要告訴各位 圓核跟增核有什麼 比較不一樣 除了第一個 第一個 概念就是 一個是直線一個是圓形 那還有沒有第二個 或第三個 有什麼樣的 增核生物一定是比較複雜 請問那複雜的地方 還有什麼地方 你要做複製之前 還有哪些 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要處理的 前面的 OK 有人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 增核生物有很多的蛋白質 Histone Histone 黏在一起 所以說它非常 配件非常緊 你必須要把 這些主蛋白先拿掉 這是對的 這是OK 這是對的 第一個部分 先拿掉 你才可以落出DNA 才可以開始做複製 那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裡 第一個 第二個 應該講說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一個 其實就是DNA 比較複雜 所以DNA比較複雜 好 接下來就是想說 我們剛才講 它有一個複製起點 所以說 增核有幾個複製起點 增核有很多個複製起點 它可以從這裡 也可以從這裡 也可以從這裡 它有很多個複製起點 那這是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它有很多個複製起點 開始 好 那這邊再講說 它要形成一個複製的過程中 它會形成一些compress 這個compress 會跟G1 phase 這個連在一起 所以說 你看喔 我們之前有講到cell cycle 對不對 講到M phase 或是G1 S 或是G2 G1 phase G1 phase 跟G2 phase 是G1 G2 還是G1 G2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DNA複製 其實就在這個區塊 所以其實DNA複製跟cell cycle 是息息相關的 你們不要覺得說 好像DNA複製跟cell cycle 沒有相關 那在這裡 你會發現說 G1 到要進來這個複製的過程中 它有很多種蛋白質 要去調控這個複製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G1 phase的蛋白質 去調控這個複製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 其實就會形成一個 一個所謂的複製起點 或是所謂的 複製起始的認識區之類的 那這個我想 分子生物學 或是細胞生物學 會去跟大家再詳細的介紹 你只是知道說 其實DNA複製 是要跟cell cycle 合在一起的 好 那我們就講說 比較主要的不一樣的地方 在這裡 各位 你覺得在這裡面 你有發現說 有什麼最大的不一樣 Polimers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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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 你要講有什麼不一樣嗎 複製的過程中 有哪一個地方 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的地方 的地方 好 你說 Polimers的總類更多 OK 好 這個勉強可以解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Polimers的總類很多 而且它不是用1,2,3 它是用這個 Alpha Theta Delta Gamma 這些 這些能夠全部唸完的 有誰 誰可以全部唸一遍 來 羅馬 有沒有人對羅馬字 比較有概念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用的 不是阿拉伯 羅馬數字的1,2,3,4 它是用這個 這個Alpha Beta Gamma Delta 這些去做 那這邊呢 我就要跟大家講 我們 我們在這個 這個複製的過程中 主要有Polimers1 Polimers3 對不對 然後呢 有Polimers3 變成Polimers1 這個是 這個是圓核 對不對 那當然要做這個之前 是不是還有一個 要生成Poli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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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mers Polimers 這個東西要知道 產生Polimers 那 增核不是這樣做 增核是怎麼做的 增核一開始 它沒有 它沒有所謂的Polimers 這個東西 它直接叫做 叫做一個東西 叫做DNA Polimers Alpha OK 那這樣就簡單了吧 就意思是說 它也 反正它全部都是 就叫做DNA Poli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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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是在合成這個 Polimers 好 那所以呢 之後呢 你要合成Polimers之後 你要換 換成Polimers3 對不對 Polimers在增核又叫做什麼 領先骨 所以叫做 Leading Strain Epsilon 是不是 1 那落後骨呢 落後骨的話 落後骨會有Polimers 會有 落後骨呢 要用誰 落後骨呢 就是Polimers Delta 各位 了解嗎 所以說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 有特別想 在這邊 如果是一個 Leading Strain的話 就是要 變成Epsilon 那如果說是 Leading Strain的話 就是Delta 那這個好不好記啊 你覺得這個好不好記 Alpha 就是一開始起始 Polimers沒有什麼問題 Leading Strain 這個E 這個你把 Epsilon E你就把它想像是 Leading Strain 這個E嘛 Leading Strain 對不對 OK 那這個呢 Delta呢 Delta 就是慢的概念 Delay Delta 缺少的那個概念 所以就是 Leading Strain 的意思 就是晚的概念 OK 所以就是Leading Strain 跟Leading Strain Leading Strain 就這樣子可以記起來 好 那再來就是解開 要解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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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ne呢 就有一些 就有一些 酵素呢 會把它解開 那這邊呢 其實你們 就可以發現說 先不用去了解這麼多了 它有一些蛋白質會連在上面 這些呢 就要把它 要把它解開來 就是要叫 Chromatic Assembled Effect 要把 或是Release Effect 之類的 要把它移開 然後到時候再把它送進來 這樣子 這個 就不多講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好 最重要就是要講這個 這個 這個直線型複製所產生的問題 那我們上次有講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你看 這個Primer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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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一直 一直合起來 結果最後呢 你最後是不是這邊 要把它 這邊可以從這邊複製過來 那這邊怎麼辦 這邊就缺了 那這邊缺 所以怎麼辦 所以這邊就造成越來越短的一個概念 了解嗎 好我們上次有跟各位講 要解決這個的概念 就是要用Primer 所以呢 Primer怎麼去讓DNA越來越短的這個困境呢 可以解決掉 我上次有沒有講啊 我有講說那個Mekanism 那個Primer Primer是為什麼能夠防止DNA越來越短 如果 誰有辦法 有講 我忘記我上次有沒有講 如果沒有講 你們可以自己講 如果我有講了 那你們更應該會知道啦 Trimer怎麼 怎麼防止它越來越短 誰還記得 徐定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落後群 你們不是喔 好 那你說 什麼 不是啊 我說Trimer怎麼 怎麼去防止DNA越來越短啊 靠端粒 靠端粒 這個又很奇怪啊 好 不是這樣子 不 或說 好 你說 等一下 它裡面已經有一個端粒的片段 來來來 你用這個講 它裡面有一個端粒的片段 所以只要 那個變短的時候 它去解量 就會把後面的補償 就它已經有對應的片段 其實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但是至少你知道說 Telomeres Telomeres這個酵素 它不是只有光蛋白質的部分 它本身上面有一段的 R內的序列 有一段R內的序列 或是R內的序列 那這些序列呢 有一個什麼特別 剛才就是這樣跟他講 它就可以幫它補上 可是 講得不清楚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我們變成這邊 變成短的時候 目的是怎麼樣 就是 沒辦法再從這邊 再去接一個Primer 再複製過來 所以這邊就沒辦法做 所以呢 Telomeres怎麼做 Telomeres 我在上面有一些 互補的序列 剛好是Telomeres的 互補的序列 我就黏上去 黏上去 請問一下 這邊是五邊 五邊就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請問這邊可不可以複製過來 這邊可以複製過來 對不對 OK 這邊可以複製過來 所以它在黏到第二邊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一直複製過來 複製到這邊的時候呢 它是不是這邊 又可以接上的Primer 然後又從這邊複製過去 複製過來 所以這邊簡短一點點 有沒有關係 沒有啊 這邊就算是簡短 還是比原來長啊 瞭解嗎 所以說Telomeres的概念就是 它自己本身有一段的RNA序列 可以當做模板 讓它去複製原本的這個模板 原本的序列 讓它越來越長 然後再從原來越來越長的那個模板 再做它自己的複製的那一股 那當然如果有越短也沒關係 還是比原來長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有一些repeat的序列 就是因為Telomeres本身上面 Telomeres上面的一些repeat 跟Telomeres上面的重複序列 剛好是互補 可以變成一個互補的概念 好 好 那這個是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mechanism 我覺得下面這張圖 比較容易看 看起來有沒有那一張圖 那一張圖居然沒有 好 那這張圖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好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黏上去了 所以它這邊就開始複製了一些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還是可以再跳到這裡 然後讓它再複製更長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Primer接上來 Primer接上來 它就開始複製這邊 最後呢 它只把Primer移除掉 所以呢 它雖然變短了 可是這裡還是比原來長啊 了解嗎 這個是Telomeres的一個 補救的方式 好 那了解這個 那就 結合我們之前講說 Telomeres 為什麼 是一個 是只有在生殖細胞 還有癌細胞 才會有現象 它就防止這個 人類的 防止這個DNA的越來越短 防止老化 之類的 那當然就有人在講說 Telomeres的長短 真的跟人類的壽命有關嗎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 不錯的研究 就在2007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 當你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如果去測 每個年紀的Telomeres的長度 你會發現Telomeres的一個長度 其實是有這個 所謂的線性的減少 雖然說 Variation很大 可是人家也認為說 這樣是有意義的 好不好 畢竟P小於0.001 這個統計學上有意義 了解嗎 好 最後這個地方就是一些 一些輔助的說明 怎麼去做DNA複製 那不管是原核的 或是真核的 大家就看一看 那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怎麼去跟 Cell Cycle G1 S G2 M-Face做連在一起 你看這裡本來是一個 雙骨複製了 以後變成雙骨 DNA 就這樣 然後再到這邊的時候 我會去做分離 OK 那我們剛才講這個Cell Cycle裡面 其實有很多 很多酵素 好像包括CDK 或是Cycling這些 這些有點複雜 不過一般來講 你說這個要不要會 細胞生物學應該要交的 細胞生物學 或者是分子生物學都會上大 那我們這邊因為是一個初階 所以就只是跟大家講說 有一些細胞 Cell Cycle調控的蛋白 簡單講這些就是 Cell Cycle調控的蛋白 要去調控Cell Cycle的這些蛋白 所以叫做CDK Cycling Dependent Kinase 好吧 那我想就先講到這邊 那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要講的一個是蟲組 蟲組跟DNA Repair有什麼關係 DNA Recombination DNA Recombination跟DNA Replication 有什麼關係 Replication跟這個蟲組 各位你們都知道蟲組 就是我們廠案前面之前在講 請問你要蟲組的分子機制 是什麼樣 你從來分子說DNA就交換 各位我們之前有提到一個 你們爸爸的或是媽媽的 對不對 好 他們做染色體交換 OK 好 我們就打個X了 結果呢 就產生了這樣子 請問一下 這過程 你覺得至少需要什麼東西 就你現在已經學到了 你覺得需要什麼樣的 要交換 至少需要經過哪些步驟 用白話文講都可以 先連起來 先切開 然後連起來 再起來 好 簡單講就是要先切開 這裡要先剪刀先切開 然後呢 再連起來 就結合起來 好不好 這只是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 真的這樣子而已嗎 可是實際上不是 我這邊就要跟你講 DNA recombination 在分子的 mechanism 是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講的 遺傳的 因為recombination有什麼重要 包括它遺傳的變異性 還有DNA修復 還有包括基因調控表現 或是遺傳的重組等等 這些在生物學上的一個意義 那這邊就稍微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 要跟大家講的 這個呢 recombination 有一個特殊的名詞 叫做Holiday Junction Holiday Junction 就是假日的一個結合 不要用這個翻譯 因為這是一個人名 叫名字 叫Holiday 各位 你們不要覺得Holiday 好像 很多人都叫Holiday 是不是 OK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的姓氏都是某一個詞 OK 對 有一些 這個應該是姓沒有錯 就是Holiday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東西等一下我們會講 你看它的方式怎麼樣 它是先斷 然後再互相交換 然後再延伸 最後呢 就會形成互換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那裡有一種另外一種 recombination 叫做Site Specific recombination 就是病毒侵入到E.coli 或是病毒侵入到人體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利用一些 相似的序列 然後去做互換 然後就把你這個序列 把它牽合進去了 各位應該有學過這個病毒的 這個牽入的這個過程吧 它這就是要靠一些相似的序列 才能夠牽進去 那另外一個Transportal也是一樣 它兩邊呢 都有一些相似的序列 重複序列 所以呢 它會從A端跳到B端 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有些重複序列 可以跳到這裡面 相似的重複序列 簡單講 要有重複序列 所以叫做Homonomous Homonomous Homonomous是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同源性 就是有一些相似的序列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講 Holiday Junction 那這是Structural 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先下課休息五分鐘 Homono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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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nomous